清朝十二帝当中有康雍前盛世 康熙雍正乾隆 三位备受万民敬仰的千古帝王 也有家道中落 家庆和道光两位惨遭无情批判的君主 其中道光皇帝因为签下了大清史上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 因此饱受批评 可是有历史学者替道光皇帝平反 其实道光允文允武才德兼备 甚至道光还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孙子 他的谋略胆势足以继承大统 所以乾隆皇帝才不得已先把皇位 传给道光的父亲家庆 确保将来道光能够顺利继位 然而多年之后却有传闻指出 道光皇帝得位不振 究竟他是如何当上大清皇帝 道光又是怎么样的人 请看我们的深度报道 拿我的鸟枪来 他据说当时呢 是马上就击中了两个乱党 那么因为明明呢 他带头的这样子奋勇当前 所以当然其他的 比如说御前行走的这些禁军啦 还有甚至一些太监啦 也纷纷的呢就跟这个乱党呢 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这个在清代的历史来说 他是很幸运的 也是唯一的一个地长旨继承皇位的 都起来 都起来 英人的炮船已经到了天津啦 起来 起来啊 都起来 英人都到天津啦 到光皇帝大发雷霆之怒 撒得文武百官俯首听命 原来当时英国人 借着鸦片背镜的油头 不远千里出兵攻打蜻蜓 也就是你我熟知的鸦片战争 这一仗让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大清 割地赔款 更令道光皇帝成为千古罪人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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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哭 都别哭 听见没有 起来 笑 别哭 大清 还没有忘了 还没有忘了 所有的皇子皇孙都比不上他 他更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孙子 公元1791年 九岁的道光也就是爱心觉罗绵林 第一次跟随祖父乾隆皇帝到木兰围场 进行一年一度的秋显大典 乾隆免临祖孙俩并配而行 突然一头野鹿 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 这时候 人小志气高的棉林 眼疾手快开弓放箭 好 我来出城 棉林一届命中 卓越的骑射功夫 让当爷爷的乾隆喜不自身 想起当年只有十一岁 人人都换他小红利的时候 也曾跟随祖父康熙皇帝一同狩猎 好 皇爷爷 快来看快来看 我射死了一只熊 正当小红利兴高采烈时 突然大野熊猛然跳起 康熙皇帝大惊 立刻拿出火枪击毙大野熊 这时康熙看到红利 临危不惧 对他十分赞赏 皇爷爷 离我这么近 我有什么好怕的 一鸣富贵 富将过瑜 是快看张大人的好材料啊 皇爷爷 皇爷爷 这杆枪给你了 事隔多年 惊人相似的一幕出现了 乾隆认为 棉林的阴影像极了自己 更认定 棉林是继承大统之人 所以就有传闻 乾隆会把皇位传给家庆 是因为乾隆希望将来棉林 可以登上帝位 才不得已先把皇帝宝座 先传给棉林的父亲家庆 这传过一席很重很重 结果他 大清就在你一生中开 儿臣一定谨记皇阿玛的教诲 把我大清江山长盛不衰 家庆皇帝信誓旦旦的保证 自己将永保大清长盛 可是他没料到 摆在他面前的 是一个金玉其外 拜许其中的大清王朝 百姓酷苦度日 却仍然无法温饱 于是反清组织纷纷兴起 清朝历史上面最有名的一次斩首行动 就是嘉庆十八年的天理教事件 天理教是融合了罗教信仰的白连教分支 以反清复明为名攻打紫金城 到了隆中门才被包围击败 嘉庆十八年的时候 嘉庆军就到热河避暑山庄去游玩 就是他的一个既定的行程 那时候天理教教徒就知道了说 嘉庆军那时候不在北京城 所以就趁这个机会 就率众攻进北京 带头的人叫做林青 这一批天理教的这些乌合之众 大概是两三百人 那么分成两批 一批就攻向东华门 那么在东华门的时候 就跟清朝的皇宫的这些禁卫军 发生了这个弱博战 那么另一批人数比较少 大概就是百来十个人吧 七八十个人 他们就往这个西华门这边攻 那么这一批呢 因为得到了皇宫里边 太监的这个里应外合 所以他们就越过了西华门 然后就真的就进了这个紫禁城 那么一直攻到距离养心殿 不远的这个隆中门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隆中门上边呢 还留了一个箭头 就当时这个乱党射出去的这个箭 即将攻破隆中门 这怎么得了 隆中门可是通往后宫内庭的 最后一道防线 这时候免林挺身而出 他先命侍卫出宫求援 再令各宫警戒防备 以防乱贼突袭 好准 好准 我冲队主导 快上城楼 瞄准城外的乱飞 开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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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理教徒进攻的时候呢 林宁就非常的英勇 也想说他指挥得非常的好 就是来去做抵抗 甚至呢 他还用枪打死了几个这个天理教徒 就是形成了一个京城的保卫战 同时也下令封锁城门 就不让他们离开 然后赶快跟外界这个取得联系 好呢 所以最后呢 就是获得评判 这一年 棉林才33岁 无论是骑射 武艺 还是使用火枪的技术 都相当纯熟 他拿的火枪更因为这件事情 被封号为威劣 棉林本人呢 日后呢 则因此获封为至亲王 棉林 从容处置 调度有方 力挽狂澜鞠躬至尾 且亲手搜捕 击毙乱匪多人 朕尤为满意 面对嘉庆皇帝的赞赏 棉林回答 勢在仓促又无欲贼之人 勢不由己 于事后欲思欲恐 这一番谦虚 不邀功的说法 让嘉庆皇帝更加肯定 棉林才德兼备 是皇位继承人的不二人选 可是 史料未及的一场巨变 即将掀起 大清史无前例的政治危机 皇上龙上命了 皇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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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庆二十五年的时候 嘉庆去壁楚山庄去打猎 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之间就过世 因为白天的时候 他还接见了军纪大臣 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就已经过世 根据青石路记载 嘉庆皇帝天体风雨 过世前三天偶感叶暑 再加上年过六旬 长途跋涉 嘉庆皇帝就这么把大清政权 扔在了丛山峻岭之间的成德 杀手惜归 嘉庆皇帝走的时候是太突然了 那么年龄是六十一岁 可是我们看这个六十一岁 其实年纪也蛮大的 所以他不可能没有玉立遗诏 而且从雍正皇帝开始 就有这个秘密建厨的制度 就是说把这个下一任的厨君 他的名字写在那个 乾清宫的正大光明扁 后边用一个小金盒 其实小金盒是两个 一个是在正大光明扁后边 一个就是皇帝随身攜带 国不可一日无君 继承王位的人选 新皇一定有了安排 眼下应尽快地找到 密建储君的玉笔手书 奉新皇继位 可刚才在行宫里找过了 没有找到先帝立储的玉笔诏书 其实那个时代 大家心知肚明 就是继承人就是他 可是你找不到 找不到以后就有大臣认为说 这样是不妥的 如果不是呢 万一不是呢 那是不是会引起一些纷争 为什么说会引起纷争呢 原来嘉庆皇帝在世的最后一年 曾经动了易楚的念头 一开始嘉庆皇帝 是在嘉庆他的四年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明宁十八岁的时候 就把这个明宁立为储君 可是过了二十年 到了嘉庆二十四年的时候 嘉庆皇帝好像有意思 要改变这个储君的人选 比如说我们看到两个征兆 第一个征兆就是过去 这个朝鲜的大使 他到这个朝廷来觐见的时候 他说他感觉这个皇长子 也就是储君 好像长得面相比较单薄 那么资质比较平庸 他觉得这个嘉庆皇帝 好像比较喜欢三皇子 就是明宁 因为明宁气语非凡 那么好像比较有才干 当大赦天下 于是皇恩浩荡 怀柔天下收取明心 而臣建议皇阿玛 尽早下旨大赦天下 说得好 任何正义 那么我们也看到 在嘉庆二十四年 为什么我们说嘉庆皇帝 好像有意思 要改变储君的人选 因为就在这一年 那么嘉庆皇帝 把他的这个赤子 就是棉侃 封为敦俊王 那么他最喜欢的老三 三皇子棉心 封为瑞亲王 这个地位就比较高了 那么所以这样看起来 好像嘉庆皇帝 心智有一点动摇 就因为这一层原因 大臣合理推敲 嘉庆皇帝极有可能把皇位 传给最喜爱的皇子棉心 更为了避免康熙朝 九子夺敌的戏码 所以大臣们坚持 政权的传承要有所依据 如今嘉庆皇帝身边 既然没有找到立储秘咒 那么唯一的解答 就在乾清宫 任大光明点后 仔细看一看 找一找 有没有啊 没有啊 正大光明点后 居然找不到 传位秘咒 这下子大臣们慌了 该如何设好 想来想去 大伙认为 也许身为嘉庆皇帝的枕边人 皇后免户入室 也许会知道 于是向皇后请指 本宫已经决定 立至亲王免宁为皇帝 继承皇位 宣布立免宁为帝的意旨一散 先前那消失无影无踪的 立储秘咒 居然神奇地出现了 就是在一个太监的身上 发现一个小墓盒 那是嘉庆交给他保管的 那个小墓盒里面 也有藏着嘉庆的御令 这个御令里面呢 就是要让棉林来做 下一任的继承人 所以整个制度来看 就是他是没错 只是在那个时间点上面 引起了大家的疑虑 公元1820年 道光皇帝以大清王朝十二帝中 首例以嫡长子身份 做上荣椅的皇帝 但从公元1644年 顺治皇帝问鼎中原开始 至道光皇帝继位 大清帝国的国座 已经走过了漫长的176年 早已出现颓废之势 且势头迅猛 道光皇帝该如何 乘风破浪 立晚大清 自古以来登上地位的人 几乎都过着荣华富贵 极尽奢华的生活 但偏偏道光皇帝 反其道而行 他一继位就下令皇宫中 所有人十一住行全部同检 道光更是以身作则 一个月只换一次衣服 衣服破了补一补还可以再穿 吃的方面除了逢年过节 可以吃肉 一日都吃素 每日餐食改为四菜一汤 有时候道光甚至只吃烧饼 配水就算一餐了 道光节俭成辟 不仅言以律己 更是言以待人 皇后跟满朝文武都受到影响 究竟道光皇帝 抠门到什么地步呢 上菜了知不知道啊 公公 这菜已经上完了 上完了 这吃的菜没有一个 以前的皇帝吃起来就至少二三十样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太花钱了 那四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说四菜一汤的创始者 应该就是道光皇帝吧 这个一万两 娘娘 这个多少钱 这个便宜五百两 娘娘 这个多少钱 这一笔一千两 这个我要了 搁点了啊 那么赏给大臣 当然大臣也不能白要了 所以大臣呢 就要回馈这个孝敬金 所以说呢 这样子的话 皇帝跟皇后呢 两个人 一个人在前边赏东西 一个人在后边收这个孝敬金 这个也是一个生财之道 皇上驾到 吴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公元1820年 爱新觉罗绵林继承大宝 成为满清入关后 第六位皇帝 年号道光 取大道光辉之意 就能窥知 道光皇帝其实野心勃勃 想要再造大清盛事 先皇龙玉上兵 将大清托付给了朕 你们要帮朕 一起好好治理这个天下 如今朝局堪忧已久 必须重新振作起来 你们有什么好主意 都说说看 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 道光皇帝呢 他即使当了皇帝 他不脱过去当皇子时代 那种至纯至孝的本质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优秀的皇帝 但是呢 很可惜的是 道光皇帝遇到了一个 百年未见的变局 皇上若于重开天下风气 奴才以为 首要在一个帘子 而须连 必从前来 若人人具有节俭之心 万众同心 我大清必将重现盛事景象 总管内务府大臣 穆章阿提倡节俭一说 郑重道光皇帝圣心 原来在乾隆朝 大清国库 每年都有八千万两的存盈 但是历经嘉倩皇帝 至道光皇帝继位时 只剩下一千多万两 清朝因为他们是满族入官 所以他们一开始进官的时候 当了皇帝嘛 就立下一个规矩 要优待皇室 那么顺治年间呢 皇族的人数大概多少呢 顺治年间大概皇族呢 大概一千人左右吧 一千上下 到了道光年间 皇族的人数有多少 三万多人 那么国家都要供养 这些个特权阶级 这个造成财政一个很大的负担 另外 人口暴增 农作物供需失衡 导致道光年间的物价 是康熙朝的五倍之多 还有军费开支 制和经费 这一条条的款项 动辄数千数百万两 都让道光皇帝喘不过气 那么既然有大笔的银子要花 就增加付税 偏偏康熙也曾经说过 永不加付 所以导致税收不起 道光皇帝继位初期 基于国库空虚 发布了著名的节俭宣言 预制深色获利欲 重点的内容有三点 第一点 不积蓄宫中的私有财宝 第二点 停止各省进购 第三点 不再增建宫殿楼阁 来人啊 把真的袍子拿去补补 道光皇帝自个穿衣服呢 他很少换新的 那么他的龙袍破了 也是补一补 他龙袍里边的这个套裤破了 也是补一补 如果他看到大臣穿了新衣 就会责骂他们不懂的节约 于是大臣为了讨道光欢心 纷纷将新衣弄旧 再穿给道光看 以博取皇帝的嘉许 我不管你说啊 你看 做这么几块 你叔叔 几块 一个 两个 是吧 三 四 五 六 这还一块啊 这还一块 就这几个补丁啊 都得上我一件新衣服的银子了 朝服的补丁数量 成为忠诚度的指标 更令人感到夸张的是 金城中还吹起了一股 二手意外风 您有所不知啊 现如今啊 京城不流行穿新的了 越是有钱有势的 越是要穿旧的 越旧越好 就算是新的 还得拿回去弄旧了 才能买得出去 这是为何 听说啊 当今的皇上是个抠门 自己都穿戴补丁的褂子 更看不惯别人穿什么新衣服了 所以啊 那些王公大臣们 都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叫花子一样 不敢吃不敢穿 表面上一个比一个抠门 一个比一个清脸 其实呢 旧衣服卖的比新的还贵 金城的裁缝铺 发现了这个庞大的商机 纷纷抬高了旧衣的价格 导致了旧衣反而比新衣 还要贵两倍以上 形成了一股比赛装节俭的歪风 把我那套旧朝服拿来 新皇上连朝 老爷您怎么穿旧朝服上朝啊 叫你去拿就去拿 老爷 那旧朝服都破了 那就快打上补丁 哎呀 那多难看啊 补丁要打得大 有一次呢 他跟这个军机大臣曹振雍啊 在这个谈论的时候 那么曹振雍的裤子上 刚好也打着补丁 所以道光皇帝就问他 哎 你这个补丁要花多少钱 曹振雍说 大概就几千银子吧 道光皇帝一听就火了 怎么我的一个补丁 内务府给我报账 是五两银子 我的一件龙袍补一下 一千两银子 怎么报账这么多啊 皇上补着裤子 一共用了三千两银子啊 多少 三千两 大胆奴才 你居然敢欺君 哎 皇上恕罪 奴才该死 奴才真的没有骗皇上 补一条裤子 怎么会用三千两银子 内务府的官员就跟皇帝报告 因为龙袍没法在紫禁城修补 甚至北京城里都找不着这个秀的这个工匠 所以呢要千里迢迢送到江宁之造 送到江南 那么这是皇帝的龙袍啊 就不能随便送 所以要派军队 另外要派官员 那么送到江南之后呢 因为这是皇帝的龙袍 所以还要兑花 还要兑这个布里的纹路 所以这样整套折腾下来 其实不算多 你给朕省的银子呢 省的银子都省到哪里了 皇上 奴才有罪 你以整顿励志为名 怂恿朕 行偏废之事 却得蒙骗朕 欺骗朕 弄出个破烂样子给朕看 皇上 该省的一分银子也没省 你们都好大的胆子 皇上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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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群该死的奴才 居然敢欺上瞒下 从皇帝身上捞油水 那么道光皇帝就下令 从今往后 宫中用度一切从简 看内务府还能如何贪 宫里面的这种用度 一年内务府里面 大概有40万两银子的预算 他就砍 砍一半 我就是用20万两的预算 这下子皇后就为难了 所以皇后就勒令各公 但太后不能怠慢 那么各公非贫 不准化妆 不准穿有刺绣的衣服 那么贫一下的人 全部吃素 那么平常也不准过生日 逢年过节才可以吃肉 朕已经搬下旨 杜绝吃喝之风 朕自己每顿捡去两个菜 你们还敢阳奉阴违 在家里搞什么家宴 实在可恨 以前的皇帝吃起来 就至少二三十样 所以他就觉得 这个太花钱了 那四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说四菜一汤的创始者 应该就是道光皇帝 有时候甚至和皇后用餐时 就是吃烧饼配热茶 或者喝热开水就省钱了 夜晚就寝时 更是连灯都不点 又可以再省下一笔油钱 真的可以说是无处不省 晚餐是烧饼配茶 那么早餐总该吃好吃饱 道光皇帝才有精神 重振大清吧 平日早餐都是三只鸡蛋 今天为何只有一只了 皇上 您下过旨 要节俭公众开销 这一只鸡蛋 就要十两银子呢 哦 据说道光皇帝有一次 跟大臣闲聊早餐吃了什么 大臣回答说 在家里面吃了四颗鸡蛋 道光一听 非常地生气 则骂他说 您怎么一个早上就吃了四颗 真的是很浪费 哎 如今这市面上 鸡蛋卖多少钱啊 鸡蛋 一两银子八百来格吧 哦 那为何振着鸡蛋 要十两银子一个呢 爸爸很工装欲善 有内服才够 神实在不清楚 大臣一听 只能够连忙说 臣吃的鸡蛋 是自己家里面 养的母鸡下的 不是买的 所以没有那么贵 道光一听 才平息了怒火 随后也盘算说 那如果我们宫里面 可以养母鸡来下蛋 这样子不就又可以省钱了吗 十一住行能省就省 道光皇帝一代帝王 活得如此拮据 不仅苦了自己 也为难了别人 道光皇帝对大臣 也是很抠门 比如说这个 当时的大学士长林啊 他们这一群的大臣 平定了新疆回变 而且非常风光的凯旋而归 那么这个时候呢 道光皇帝是在圆明园 四宴群臣 诸位大 这么好的日子 你说 王上赶紧咱们吃什么呀 那很温嘛 肯定是山间海味 包括长林在内 就想说 我们回来以后 一定会受到重重的靠散 才对吧 结果呢 他是重重的靠散 几叠小菜 就这样 二十个人挤在一桌 上了六道菜 谁都不敢动筷子 因为一动筷子 就盘底朝天了 这样子皇帝颜面无光 所以其实道光皇帝 四宴群臣 他看重的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荣耀嘛 并不是真的 让你们来大快朵頤的 大伙就这样饿着肚子 挨到了庆功宴结束 然而 道光皇帝却不自知 自己已经从节俭 变成吝啬小气 幸好 道光皇帝 还有贤内助 愿意 夫唱覆随 一路相挺 相传他的皇后 童家世 为了要开源 曾经把大内仓库中的 珍贵药材 绍兴黄酒 普耳茶 瓷器 绸缎 皮毛等奢侈品 进行拍卖 这个一万两 这个多少钱 这个便宜五百两 这个多少钱 这笔一千两 这个我要了 搁点了 这个童家世呢 他就建议道光说 我们这个内务府的仓库里边 摆了很多的东西 成年的都没用 我们干脆拿出来赏给大臣 那么赏给大臣 当然大臣也不能白要了 所以大臣呢 就要回馈这个孝敬金 比如像一件貂皮大衣 就可以收二十两白银 这个也是一个生财之道 她的皇后 在她的训练之下 也非常的娴熟达理 善解人意 成为道光一生节俭的好帮手 有一次道光 终于想要为这位皇后庆生了 特别宴请群臣 群臣得资消失之后 非常的感动 因为好不容易 有这样一次的庆祝活动 道光就觉得 这次要请大家吃好的 他就命令杀了两头猪 两头猪 然后就做成了很丰盛的大鲁面 来招待大臣 每个人大臣都在想说 我今天会吃什么好料 结果一人一碗大鲁面 这是很平常的东西 竟然就成了皇后的生日的最佳献帝 你看她就变得很小气 本来利益良善的道光皇帝 开源节流是不错的主意 但是 这里省点 那里抠点 真替大清国库赚到银子了吗 还是 徒留下 抠门二字 清朝中后期鸦片稀释泛滥 导致白银外流国力下降 鸦片战争更让道光成为千古罪人 广告之后带您了解 欢迎回来 西元1840年大清帝国正受到鸦片的荼毒 导致官场败坏 白银外流 甚至连人民的健康也都垮了 自小就文武双全的道光 接管大清王朝之后 一心想要有所作为重振大清 于是他下令全面禁烟 并且指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虎门硝烟 更毅然决定判英国开战 有人说鸦片战争会惨败 都是因为道光舍不得花钱购买军备 甚至大砍军费导致军心涣 面对英国人的火炮洋枪清军自然兵败如山倒 真的是这样吗 请看我们的深度报道 狗官 哪里来的刺客可行刺本官 你们这些狗官 你们重大业害死我爹 我要杀了你 既然鸦片是一个商品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自己种 如果我们自己种的话 回头我们还可以把这商品 给卖到国外去 这样还可以减少白银的流失 出去 出去 你来啊 好 起来 快出去 快出去 那么为了吸鸦片 因为这个东西 你只要上了瘾 你卖儿卖女 坐肩犯科 你都要得到鸦片 快 给我淹 道光年间呢 这个鸦片吸食的人口 大概是全中国的百分之一 要超过 那么大概算一下 有五百万人在吸鸦片 公元1840年 大清帝国正被鸦片荼毒 深陷其害 却无法自拔 鸦片进口的数量 从乾隆朝的两千箱 至道光年间暴增为四万箱 究竟要不要禁烟 满朝文武各持己见 既然一人能用鸦片牟利 那我大清为何不也用鸦片 在我大清牟利呢 为什么中国那个时候要去禁鸦片 原因是我的钱都被你赚走了 当时这个清朝的货币是白银 也就是白银大量的流失 那白银大量的流失 才是鸦片最大的问题 大清帝国的白银不断外流到国外 这对一向省吃俭用 把钱看得比命还重的 道光皇帝来说 当然不行 更何况 像当年他的父亲 家庆皇帝继位没多久 就靠着茶叶瓷器 撕制品对外贸易 把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白银 大把大把赚回蜻蜓 我们就以这个最大宗的茶叶来看 早期呢 一年大概进口的是三十万斤 那么到了十九世纪 也就是说一个多世纪以来 增加到多少 增加到两千万斤 英国大概为了买茶 疏绕中国的这个白银 一年是五十万两 到了十九世纪变成多少 变成两百万两 禁烟的这个大臣林哲徐 他就认为说外国人不可怕 为什么呢 因为外国人为什么要吃我们的这个茶叶 因为他们不吃茶叶的话 他们就会便秘 他们会负账而死 其实英国一开始卖过蜂蜜 餐具 钢琴给大清 只是老百姓都兴趣缺缺 才会造成英国没有赚到大清的钱 为了补回贸易上的亏损 英国偷偷走私鸦片 堵上一把 没想到鸦片居然在两广地区 疯狂销售 使得清政府每年要花掉 六百万两白银购买鸦片 于是有大臣认为 钱给别人赚 倒不如自己赚的想法 奴才以为朝廷应该开放 私人种植鸦片之境 让我各地的官民自重自销 让宜人的鸦片 在我大清境内没有销路 是皇上 皇上 最后一年也是最重要的一年 我天朝的银梁 从此再也不会白白的流出国门 请皇上三思 因为这个东西从雍正八年 雍正九年开始进 进到了道光二十年 还没有进 所以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跟绝了 那么也就是说整个官场 已经全部都同流合污 那么道光皇帝觉得 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 社会动荡不安 官场整个败坏 白银外流 健康也垮了 那么我这个皇帝当不下去 军力下降 国库空虚 这两点足以撼动皇权的威胁 是道光皇帝最无法接受的 为了防止事态继续恶化 道光皇帝先命林则徐 为钦差大臣在虎门硝烟 更毅然决定和英国开战 当时道光皇帝 把事情看得比较轻松 他认为我们还是天朝上国 那么英国蛮夷之邦嘛 所以呢 就算他们是拿了一些个 什么新式的武器好了 那也不过是一些新玩意儿 第二个 他们远道而来 所以一定是兵 匹 马 困 怎么打得赢我们呢 海上打 他们有能力打 可是到了路上打的时候 他们脚是弯曲的 他们是蛮蟻一样 他们是打不赢我们的 所以林则徐的观念就是很古老 就是认为说外国人是 好像画外之名一样 他们根本不可能去打败这个 泱泱大国 我 朕养你们这些人 让你们帮朕练兵备战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 竟然不如林则徐 不如邓天真 说话呀说话呀 赞员 臣在 朕问你事情该怎么办 回皇上的话 臣以为我大清的江山 祖宗留下的基业危在旦夕 臣恳请皇上当机立断 答应议和 奇善 他就实际真的去体会到 英国人是多可怕 因为他回来就跟朝廷讲 就说英国人的这个海上舰队 在海上的时候 飞得比我们跑的马还快 而且他的炮 是可以自由调转的 他的武力是很坚强的 非常可怕的 所以国家应该要对付 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尽可能他谈什么 我们就尽量妥协些什么 看着如此气急败坏的道光皇帝 他肯定是最反对鸦片的人 但实际上你可能不敢相信 道光皇帝本人也是鸦片爱好者 今后 谁还赶上烟 烟车一半 还有 把大阿哥 一尾的烟给断了 道光皇帝热令大阿哥一尾戒烟 只是这玉止一散 让烟影颇深的一尾 居然一命呜呼 一身节俭的道光皇帝吃穿用度的跟寻常百姓没有差别 可是他的领寝费用 竟然是清朝所有皇陵当中最花钱的 一项小气的道光怎么会对自己的风水宝帝如此大手笔呢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生前崇尚节俭的道光皇帝穿破衣吃烧饼堕日 死后居然拥有一座外表看似低调建材 却十分奢华的地宫 修建的费用甚至比乾隆和慈禧的墓还要昂贵 堪称是清朝最豪华的皇陵 道光甚至违背大清组制 选择将临寝与父亲嘉庆皇帝一同葬在清西陵 一辈子简朴度日却砸大钱盖风水宝地 是怎么一回事呢 请看我们的深度报道 关于义伟的死文史记载充满了悬疑 公元1830年10月 义伟因染病未遇而住在圆明园 公元1831年4月12日 义伟因病情反复而病故 这不到半年的时间 义伟得了什么病 为什么走得这么突然 一个字都没有交代 道光继位后的第11年 义伟染病去世 封为隐智贝勒 这个隐智的誓法显然大有玄机 所以后来才有传闻 这一个义伟他突然间去世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于是就有一个说法是 义伟是因为不爱读书 又恐吓老师将来如果即位要杀了他 老师受到学生威胁能怎么办 这名学生可是皇子 还极有可能是未来的皇上 打骂不得 那只好跟家长反映 请当爸爸的道光皇帝 好好教教自己的儿子 究竟义伟是被道光皇帝一脚踢死 还是因为吸食鸦片而亡 已经无从考证 但皇宫内院跟义伟一样光明震大 愁大烟的人还有他 快 快去 快去把他家的烟 快去把烟具拿来 皇宫里边也有很多的亲眷 都在吸鸦片 包括太后在内 那么因为道光皇帝他很孝顺 他希望太后既然是吸鸦片 还能够颐养天年 所以道光皇帝呢 让大家不要告诉太后 现在为了这个鸦片的问题 跟英国人发生了冲突 道光皇帝对太后的孝顺 不光在纵容太后吸食鸦片 这件事情上 还有太后过世后 道光皇帝用命 尽了为人子的本分 道光三十年 孝和瑞太后 以74岁的高龄去世的时候 虽然道光皇帝自己本身也是68岁 但却坚持为太后手伤 劳累而致病 在太后去世后的一个月内 也跟着驾崩了 道光皇帝驾崩后葬于穆林 这个名称是他生前亲自选定的 表达对列祖列宗的仰慕之意 牧林是清代所有的地寝里面 规模最小的 但是花钱花的可不少 道光皇帝这个牧林 到底花了多少经费 243万两白银 243万两大约是新台币10亿左右 你能相信吗 这大手笔建造林寝的人 居然是穿破衣吃烧饼度日的 道光皇帝 他的牧林费用 甚至还超越了精美绝伦 气势非凡的乾隆玉林 我们再加上后边最奢华的 这个慈禧太后的定东林 道光皇帝的这个牧林 243万两 超过玉林跟定东林 37万两 13万两 更超过他父亲更多 他的父亲嘉庆皇帝的昌龄 根本就不到200万两 道光皇帝的林寝 为什么会那么贵呢 其实道光皇帝一开始的林寝 是在青东陵宝华域 建造规模庞大 好不容易花了7年时间终于完工 却发生了一个严重问题 隔年道光在视察的时候 却发现了地宫盛水 他非常的生气 认为这个是偷工减料造成的 大臣们就建议可以仿效 乾隆皇帝修玉林的经验 进行补强工程 这样就不会太花钱了 但是道光皇帝却有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重新选定一个地方 来盖一个林寝比较省钱 他就命大家去找 因为一定要找风水宝帝嘛 这是皇帝的这个定情 找了半天以后 发现了一个地方叫 龙泉域这边是很好的 他就说要在这边建 所以龙泉域呢是他的 在清溪陵建的这个地方 但清溪陵建 就是违反主制了 根据乾隆皇帝的规定 大清皇帝驾崩后 必须按照周牧制下葬 周牧制就是说 如果父亲葬在东陵 那儿子就会葬在西陵 家庆皇帝是葬在西陵 那道光如果去世的话 他就照理讲 应该要葬在清东陵 一向遵从儒家思想 不愿违背组制的道光皇帝 却在林寝的选择上 执意跟父亲家庆 一同葬在清溪陵 让大臣十分不解 另外龙泉玉木林的新建 更令大伙沉木结舌 木林虽然看起来规模 比原来的宝华玉还要小 但是更像是一座地下的豪宅 它的三座宫殿 以金丝楠木为主要的结构 而这一种木材 主要产自于湖南海南 光是采发跟运送 就要大费周章 所以其实花费非常的惊人 当时这个整个的木林 有1316条这个龙 就算是这个陵园 外边的围墙 道光皇帝的这个木林 也非常讲究 它的每一块砖 都要磨砖对缝 就是说要做得非常的精致 因此耗费的工程 以及耗费的材料就加倍 所以这个木林 才会耗费的银两这么多 细看道光皇帝的人生 仿佛老天爷跟他开了玩笑 他从文武双臣的皇子 既成大业 想振国新邦 却使大清国运 江河日下 一辈子简朴度日 却砸大钱盖风水宝地 想做件大事名流青史 却遭外敌侵入 割地赔款 连功德杯也不敢见 究竟这皇帝当的是什么滋味 恐怕道光皇帝也苦不堪言 道光是一位想要振兴大清的皇帝 只可其世代巨变 让他无法凭一己之力有所改变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观众一起上 《现代启示录》的YouTube订阅跟分享 我是曾伟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